欢迎回来继续focus 我们去太北 泰国北部有一个大古地村 它曾经是国共内战之后 流落泰勉的国军遗族安身之地 但是在那个地方 现在非常缺乏医疗资源 我们下面看的报道 是台湾嘉义基督教医院的医疗团队 跟太北大古地村的诊所合作 到那里去举办议诊 而且计划能不能在大古地村设立诊所 希望替这个地方提供长期的健康保障 1990年上映的电影《抑郁》 描述国共内战后 国军参与部队从云南转转撤退到泰勉两地 逐渐成为一群被遗忘的抑郁孤军 如今历史篇章所以翻页 却是后翼无法忘记的痛 泰国北部最大的华人村落大古地 正是当年流落到泰国的国军 和遗族开辟而成 这里位于青迈北方约120公里 距离缅甸边境只有两公里 当年对出来扎到的孤军们 泰国政府提出条件 若能协助泰军出街 既然找到苗共和泰共 就能让他们继续留住 派一些部队到泰国的边界上打仗 跟政府配伙 然后得到一些认可 后来大家就是被政府的一些 来光照 来光星 给我们泰国的这些军人 有了泰国的身份 孤军遇险立下战功 最终获得泰国政府 受与居留权 在这一片荒芜之地 披荆斩棘落地生根 妈妈只靠种稻米 养活我们 不像现在也可以种什么 农业物可以卖的 没有 我们吃的就穿的 都是很困难的 我们那时候没有店 路是很烂的 房子是我们住的是卯屋 你们没有见过吧 现在的大谷地人口已有2万多人 其中云南极华益占绝大多数 生活条件相较当初已有所改善 但近年来因为缅甸内战 不断涌入的难民 让资源本就有限的大谷地 再次承受沉重负担 尤其医疗与卫生资源极度缺乏 目前大谷地村内 只有一间检疫诊所和药局 若要到医院看病 还得下山 车程至少一两小时 像这样错过黄金治疗时间的病患 数不申数 为了补充当地稀缺的医疗服务 台湾医疗团队相继到访 三个 三个要这样去找人 来自台湾的嘉义基督教医院 就和青迈McCormick医院合作 8月到了大谷地 进行三天的疫诊活动 疫诊时间还没开始 挂号去早已人头传动 你的名字是什么 你的名字叫什么 羊群 村民们顶着烈日排着长队 领取号码牌 只未能尽早得到诊疗 这边他们务农 然后他们也看到他们 骑机车 也没有戴安全帽 他们的安全防护 其实观念是比较薄弱 所以很多车祸 酸痛的患者 除了针对当地需求 伤请周医师前往治疗 医疗团队根据去年发现 中年中风病患的经验 今年特意带来了AI新仪器 一次可以检查两个病人 三分钟的时间就用AI判读 里面有非常清楚的数据 可以侦测出 他有没有心率不整 三天的疫症 共有约850位民众前往就医 至于一些行动不便 情况较差的村民 这是没力气啊 不行 好 我帮你听听看 医疗团队也没落下 在当地人的带领下到病患家中 进行追踪治疗 早在2017年加基 首次派出疫诊队前往大国地缓解当地村民病痛 但因疫情中断直到2023年才重新恢复 而疫症活动开始契机要从1977年前院长 汪瑞亨跟着送炭到太北工艺活动第一次来到太北偏向说起 这个地方非常的需要 需要医疗 需要教育 需要有很多的资源来帮助他们 那医疗是一个最直接可以帮助他们的 那从那个之后我就开始对太北这个地方有负担 有一个心想说以后有机会应该多帮助他们 甚至短期诊疗效果有限 加基医院计划和青迈医院合作在大谷地设立诊所 提供持续性医疗服务 如果有机会我们可以一起合作在大谷地这边设一个诊所 所以就不是只有我们短暂的时间来这边才有医疗 我们也希望说我们能够提供一个比较长期性 持续性的医疗 目前计划仍在洽谈中 希望能为这个充满历史的小村庄带来医疗改善曙光 TVBS新闻成员高尔婷泰国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